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讨论伺服电动机CanOpen的环境设定 这次学习目标与大纲友 我们要跟各位讨论什么是CanOpen 还有CanOpenBuilder这个软体的基本设定 设定好了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正式操作伺服马达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CanOpen CanOpen它是一个叫做控制器区域网路上面的一种通信协定 这个通信协定可以用在各式各样的领域 比如说医疗设备 车辆 铁路应用 或者是楼宇自动化 这张图我们之前在接线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同学说明过了 它是整体接线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就要透过左边的有线网路去针对运动控制器 进行CanOpen的设定 因为我们是透过有线网路去跟运动控制器做设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针对IP去做一些基本的了解 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点 运动控制器它预设的IP是192.168.1.3 因此我们的电脑IP必须设定跟它在相同的直网路下面 也就是前面三个必须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先在你的电脑先把有线网路 也就是以太网路先新增一个IP把它设定为192.168.1.1 接下来我们实际来操作一下CanOpenBuilder的这个软体 当我们把CanOpenBuilder软体开启的时候呢 它这边有三种选项 我们选择第二项DVP10MC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机器 我们就按确定 当我们程式进来之后呢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左上角的地方 任何的设备都一样 在使用之前必须要先做连线的动作 因此我们先在左上角设定的地方呢 选择通讯设定 那它这边有使用串列布 那我们使用的是以太网的部分 我们就点一下 那现在在这个对话框上面呢 我们先选择网路卡 网路卡的话就根据你现在的电脑 而有不一样 然后呢你可以使用广播搜索 如果你的网路里面只有这么一台机器 你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台 如果你有很多台 看到就是很多 那我们这边就选择它 然后呢按确定 之后呢我们选择网路这边的线上模式 这个按钮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直接跟 四伏马达驱动器去做连线了 如果说你的接线也是正确的 设定也是正确的 你就会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画面 那它这边呢 这条横线就是汇流牌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呢就是 DVP10MC 这就是我们的运动控制器 下面连接的呢 是四伏马达的驱动器 我们之前曾经设定过它的轴号呢 也就是它的站号是等于3号 所以它这边就已经写上去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两下 来针对它做一些属性的设置 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边 可用节点呢是这一个 003就是我们刚才所设定的轴号3号 这边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按这个按钮 让它列到右边这个清单里面来 这样子才代表真正我们有取用它 所以这个动作不做的话 后来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哦 这边确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按一下确定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设定完成 那你可以顺便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轴参数配置的部分呢 我们就先都不要去动它 我们有一些概念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就是它这边四伏齿纹笔设置 这个地方 这边呢磨波数斜线转 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我要让我们的四伏马达转一圈 我就是要给它一万个磨波 我们只需要记得这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按确定 这样子呢我们就已经做好 CanOpen的所有的设定了 经过刚才的示范之后呢 这边来跟各位做一个小节 首先我们有提到 CanOpen是工业控制的一种通信协定 这种工业控制的通信协定是非常的多的 CanOpen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 第二个CanOpen Builder呢 跟伺服器驱动器的环境设定 这是今天要跟各位说明的部分 这是今天要跟各位说明的部分 提行的 我们有点赞